南投有位球迷上个月到台中洲际棒球场看球赛 意外的被恰恰投出的键外球砸伤了大腿 当场一片淤青 不过他非常的开心 认为说能够在恰恰隐退前发生的这段意外的插曲 其实是蛮幸运的 现在他很希望说彭正敏能够在那颗球上帮他签名 让他当作纪念 看球看到一半就突然天外就飞来了一颗球 南投这位小姐上个月28号到台中洲际棒球场看比赛 大腿被球狠狠砸了一片淤青 不过他非但没有生气还很开心 因为这一球是他的偶像恰恰彭正敏打的界外球 球打过去瞬间座位去民众纷纷站起来躲避 就这么刚好砸中他的右大腿 这时也顾不得疼痛紧握这颗得来不易的球 这个痛感就是很灼热的痛感 对然后也算是蛮幸运的 因为毕竟在彭正敏隐退的时候 就是被砸到这个球 有这个印记其实算蛮幸运的啦 张小姐也大方公开分享他的战利品 像是海报球衣 不过兄弟对国民打者恰恰即将隐退 他还有一个小小的心愿 被砸中就觉得是天外掉下来的礼物 可以的话麻烦那个恰恰帮我签个名谢谢 看到兄弟对进入冠军赛 张小姐真的是很开心腿上留下记号 见证这段历史 更希望偶像恰恰可以帮他圆梦 在这颗球上签名 记得曾如晨南投报导